如果东剑搬家了 如果你搬家了,我就少了一个朋友跟我练习中文,好可惜 如果东剑搬家了,美玲会怎么样? 请你们再听 如果你搬家了,我就少了一个朋友跟我练习中文,好可惜 好,银针 如果你搬家了,我就少了一个朋友跟我练习中文,好可惜 很好 我会常来啊,我不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送给朋友,或是先放在这里 常来啊,我不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送给朋友,或是先放在这里 我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送给朋友,或是先放在这里 哦,他的东西要放在哪里 我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送给朋友,或是先放在这里 好,他的东西会放在哪里 好,他的东西会放在哪里 好,没关系,那我们听一次 我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把东西都搬到新家,有一些东西我会送给朋友,或是先放在这里 好,所以他会送给朋友,然后有一些会放在这里 那么,你要付两边的房租啊 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他还愿意开车帮我搬家 那么,你要付两边的房租啊 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他还愿意开车帮我搬家 哦,所以他会付两边的房租吗 那么,你要付两边的房租啊 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他还愿意开车帮我搬家 好,所以这里的房租谁付 这里的房租,丽霞 好,所以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 好,所以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 那,他要怎么搬家呢 那么,你要付两边的房租啊 这里的房租当然是我同学付,他还愿意开车帮我搬家 好,那东建要怎么搬家 是啊,他是我在台湾最好的朋友 你再等我一下,我把资料存在随身碟里 好,那现在东建他要做什么 好,丽霞 嗯,他要存在随身碟里 他要把资料存在随身碟里 好,我们听一次 你同学真好 是啊,他是我在台湾最好的朋友 你再等我一下,我把资料存在随身碟里 好,我们再听 慢慢来,不急 等一会儿,我们再去骑脚踏车 好,美玲说什么 你再等我一下,我把资料存在随身碟里 慢慢来,不急 等一会儿,我们再去骑脚踏车 好,所以美玲说什么,丽霞 慢慢来,不急,等一会儿,我们再去吃 骑脚踏车 对,骑脚踏车 好,有没有问题 好,你们觉得他们说的有一点快,对不对 那请你们回家练习听的时候 好,你们可以听一点点 然后按暂停停,听一点点 然后想 想一下他们说什么,然后再听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他们说一点点,那你们就听 好,然后先想一下,然后再听 好,那今天上课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我们到这里 我们星期五见,再见 谢谢老师 再见 889 Lydia